Lesson 5 第二章 Step 1 的好转反应 已知的临床研究的好转反应 The 1 to 1 的临床研究已经证明 这个食疗可以协助 stop 掉这个糖尿病 即新陈代谢症 所以比如说减15用1 to 1 减15公斤 它就可以 stop 掉二性糖尿病 高血压 高档固醇 骨关节炎 皮肤癩 就是牛皮癩 还有肝脂肪 BCOS 还有预防心脏病 预防中风等等的新陈代谢病 所以因为它有这种制疫的功能 在我们用1 to 1 Step 1 的时候 它的过程中你就会看到 清除毒素和自觉的反应 我们统称为好转反应 一般上这些病患 减了15公斤去看医生 医生会预计他的病情 帮他减药或者停药 这个是我们的临床研究 公布的好转反应 好转反应都是暂时性的 当我们的问题好了之后 它会自动消失的 比如说这一个好转反应 它的研究对象是2224人 女性占了1504人 男性占了720人 便秘的只有7.6% 女性占8.6% 男性占5.6% 在女性12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会有便秘 男性18个人当中 会有一个会有便秘 第二个就是肌肉无力 就是比较疲倦 全部只有5%的人 会有这种表现 5%是很少的 女性是5.1% 男性是5% 那就等于说 20人当中 只有一个人会有这个表现 那女性呢 男性呢 20人当中 会有一个表现 这个肌肉无力 就是比较累 比较没有力 然后下来就是头痛 头痛只占了3% 就是2000多人 只有3% 女性占了3.7 男性占了1.4 男性比较少 那么就女性呢 27个人当中呢 才有一个人会有这个头痛 男性72个人当中 才有一个会有这个头痛的这个表现 下来 头晕 头晕是占了2% 那么女性是1.8% 男性是2.4% 那么女性呢 就是 头痛 头晕 只有56个人 他有一个有这个头晕的现象 男性呢 42个人才有一个有头晕的现象 这个肌力非常低的啦 那么就是腹瀉啦 腹瀉有1.5% 那么是女性占了1.7 男性占了1.1 就是等于说 女性啊 58人才有一个人会有腹瀉 男性90人才有一个人会有腹瀉 很低哦 皮肤干燥呢 就是有1% 女性占了1.1 男性占了0.8 就是女性呢 88人只有一个人会有这个皮肤干 那么120人才有一个男性啊 120人才有一个人有皮肤干的一个表现 脱发呢 就占了0.9% 就是女性1.2% 男性0.1% 就是女性84人才有一人会有这个脱发的现象 那么720人才 男性啊720人才有一个人会有脱发的现象 所以这个脱发的激励是非常低的了 那痛风呢 就占了0.3% 女性0 男性0.8% 就是说 我们女性啊 1504人当中 只有一个人会有痛风的一个表现 男性是120人才有一个有痛风的表现 所以这些已经是公布了的 这个临床研究之后呢 公布了的豪专反应 所以我请顾客们啊 会放心的吃我们的1-2-1-Diet 因为我们的这个豪专反应的激励是非常低 而且很容易用我们的方式呢 是能够解决这种豪专反应的 应用Netralu非药物疗法呢 主要是来做排毒抗发炎 来避病痛的这个效果 那么最高效率的排毒抗发炎的这个方法呢 是用HO 因为HO能够排坏的自由基 去排我们身体里面的酸毒 达到灭烟 那么避病痛的最好的效果 第二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HDD的产品 那么HDD呢 可以帮助我们排寒自毒 疏通我们的经络 帮助我们做肌部的止痛的效果 那么第三呢 我们可以用Cambridge 因为Cambridge的Step 1 and Step 2呢 它能够启动自觉系统呢 来帮助我们排除老旧细胞 排除我们的老旧毒肺物 那么同时可以补充齐全的营养 给我们身体护炎 那么第四样呢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呢 就是我们的Lice Park 那么Lice Park能够排除血液里面 所有的血液里面的垃圾 那么补充神经细胞营养 那么帮助我们维持五脏六腑的健康 所以我们只要记得 在我们要保持健康的过程中呢 常用这四个方法呢 就能够达到这个排毒抗化验 避病痛的效果了 如果对One to One Diet有深入的这个兴趣的话 可以Scan这个来多了解我们的临床研究报告 那么这两个呢 是Scan了解我们英国的这个资讯 那么Scan Neturu Channel 是了解Neturu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资讯 那么Scan这个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One to One Diet的这个见证 还有课程 那么在Scan这个呢 就是可以看到 如何冲泡出美味可口的One to One Diet的这个汤 还有我们的Shake 那么Scan这个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马来西亚的Slimmer的故事 Scan这个呢 就可以看到Creative Meal 就是说如果你有再次的One to One Diet 那同时有配食物的时候呢 你想吃各种美味的食物 你可以Scan这个来多学习 如何为自己准备一个美味可口的低卡的餐食 谢谢 谢谢 好